艺术家王国义截取水泥场的书送馆 将它转化为手指 搭配高大的烟囱 形成一组公共艺术作品 放置在台铁古山站外 面对来往的旅客有送往迎来的意味 整个制作的过程 我们虽然不是用真正的悬疗去给它的材质 但是我们是整个就是仿造它的一个造型的一个概念 让它重新再立起来 然后让来往的民众看到了悬疗 也能够直接间接地进入到整个古山开发的一个过去跟现在 学习艺术家创作公共艺术的发想过程 古山高中美术班的学生也实地走访柴山步道 与台湾水泥产业遗迹相遇 用平时的摄影镜头和多元的视角 捕捉古山地区丰富的人文历史素材 完成摄影作品艺术创作 因为平常就是没有很常在爬山 然后我想说那就记录一下好了 就是拍到我觉得很漂亮的风景 然后我还可以拍到我的古山高中 有一个人的这张照片 就是因为它好像刚好站在一个 是输送水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是一个古迹 然后我觉得它站在那里很有吸引力 公共艺术的制作过程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民众互动 那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就正好有古山高中的老师跟学生 可以互相的这个互相的观摩互相的学习 古山高中美术班是参与一项由交通部铁道局主办的 古山在地与水泥产业的人文考诀以对话成果展 让学生走出美术教室实地了解古山在地的水泥产业 从中吸取文实养分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 古山图书馆则提供场地展示前辈和新秀的教学成果 我认为如果我们古山的孩子不知道前野水泥 不知道台泥的前身也不知道整个古山的发展 我认为相当可惜 所以我非常鼓励我们美术班的学生参与 那希望透过不管是从摄影或是数位的一个媒材 甚至是从基本的绘画素描 那都可以做一个作品的在制跟创作 透过这样的机制跟台铁 然后艺术家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产业 还有我们的一些未来的新秀美术班的学生 还有古山高中这样做结合跟展出 其实是我们觉得很大的荣幸 然后让社区可以进来看展 藉由与历史文献和前辈作品的对话 古山高中美术班学生完成最有感觉的艺术创作 古山图书馆也提供展示空间 让这项计划的成果与社区做了完美的结合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导